哦 哦好的 現在玩的是手遊無盡的邊疆 或是寵物可以升五星 薩哈拉 他可以拿到 八星寶物解放的古代龍騎士的斧頭 這終於不是寫什麼最高級什麼的 終於有名字了這樣嗎 嗯 亡靈暴擊 傷害增大 亡靈生命值增加 可是八星的應該沒什麼用了我都用九星的 然後 劇情關卡中增加所有士兵的能力值 勳章 他他拿到碎片的地方是在 哪一區啊工會 工會boss 站 嗯 應該是古代遺址嘛 這個沙漠的古代龍騎士 嗯 那個 世界boss 應該還沒開啊之後不知道會不會開 還要等他讀取一下 哦 古代遺址現在只有開到高級哦 那個應該算最高級的還沒開放 ok 那差不多這樣 哎不對還有 哈哈哈 差點忘記 好那這個如果在 官方FB好像也會有po 我記得他會放啊 沒有放應該也沒差這是 多20期名譽士兵哦 應該都是 加友善度了 受人的就加受人嗎 哎他還有加能力值哦 好 我沒有看的很仔細 隨便掃一下啊友善度哦 就這樣友善度跟能力值 四肢應該都是這樣啊 我要很仔細看嗎應該不用吧 也是友善度跟能力值 一模一樣 友善度跟能力值 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在13號更新嗎 嗯 ok 那差不多這樣 我們先收台了